接下来我们看到最近引发关注的 这是香港著名艺人成龙 他的儿子房祖明 还有台湾艺人柯震东 最近在北京因为吸食毒品 遭到了当局刑事拘留 许多人猜测 他们在中国的演艺事业 可能要彻底的瓦解 这主要是因为 北京的演出行业协会 在上个星期才签订了承诺书 不录用涉毒艺人参与演出 那么尽管北京演出协会 在今天已经表明 永不录用 这是外界的错误解读 但是涉毒艺人 是否应该被永不录用 那么这种做法 又是不是涉及了就业的歧视呢 相关的讨论 我们下面通过连线 邀请目前人在英国的 北京公益组织 艺人瓶中心的理事陆军 请陆军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 陆先生您好 我们想首先请您跟我们谈谈 我们看到这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北京演出协会的秘书长杨红斌 他已经澄清了 他说这份承诺书只是行业的一份自律书 并没有强制性 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好 我觉得呢 从既往的新闻报道 和今天的新闻报道来看呢 这个演艺协会有关的发言 今天有关的发言呢 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补救的措施 因为呢 当时他们签的这个承诺书 就是组织42家演艺机构 还有中介机构签的承诺书呢 是明显的违反了现行的法律 并且呢 遭到了民间社会广泛的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就可以说迫于压力 出来进行一些事后的补救措施 但是呢可以看出来 今天他们的发言呢 完全是文字游戏 所谓的误读 其实呢仅仅是针对永不录用 这个永不两个字 但是呢 从此前的报道来看 不录用 不组织这些受阻人员参与演艺活动 那这个应该是原话 那什么叫做不录用 什么叫做不组织 这明显就是 对这些受阻人员 他们的一种歧视性的一种行为 从行为上来讲 这个就是涉及到就与歧视 而且从他们的 对于这些受阻人员的态度来讲 也是一种歧视性的态度 所以呢 我想他们在 今天做出这样一个事后 补救性的说明 应该讲 是的确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并非出于他们自愿 而且呢 可以讲他们目前的这个态度呢 仍然是没有从根本上去改变 自己的这样一种错误的行为 而且我们尤其看到的 对不起 我打断您一下 我们知道艺人评中心 一向就是一个反歧视的一个公益组织 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您能不能跟我们提提 我们相信在社会上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艺人它毕竟它是一个公共的形象 对于整个社会 特别是年轻人 它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了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关键点 可能在永步这两个字 但是也有人说 在这些涉毒艺人 没有完全戒除毒品前 不让他们参与演出 这是应该可以理解 应该可以接受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质疑 那么对于社会上 仍然也有一些呼声说 这些涉毒艺人 实在不应该再出现在 公共的视野里 您又是如何看待呢 对 我觉得首先来讲 就是艺人 他是不是要承担 这种社会教化的功能 是不是要承担 由政府来承担的 这种对于 禁毒方面的一种示范性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是存疑的 因为演艺人士 他固然是公共人物 但是他更多的是一种 是他的职业 他的职业就是演艺 他的职业不是去 替政府做宣传 这是第一 第二呢 逻辑上也存在悖论 如果认为演艺明星 他们就有社会教化的功能 那么你针对这些演艺明星 进行违法的歧视 那是不是也是一种 非常恶劣的社会教化 是不是也是一种 造成一种非常恶劣的 社会教化的作用呢 所以我想针对演艺明星 针对演艺明星 如果进行违法的歧视 那么实际上 按照他们的逻辑来讲 这恐怕就是一种 更加错误的行为 当然了 我其实不认同他们的逻辑 最后30秒左右时间 请您跟我们谈谈 我们看到在台湾 在好莱坞 许多的演艺界 许多的明星 都曾经与毒品沾上边了 那么在台湾 似乎没有像这种 所谓的承诺书 或者永不录用 那么有些艺人 他可以重新出发 但是有些艺人的事业 却从此是一蹶不振 您的看法和分析 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这样不同的结果呢 我觉得这个 主要还是一种演艺界 他们内部的一个 运作的规律 但是我想讲的 就是本次北京的这个运动 这个活动 倡议书的活动 实际上是政府主导的 因为从今天 演艺协会 他们的发言人来看 也是禁毒办 北京市禁毒办 要求他们 去做一个这样的活动 那么北京市禁毒办 它作为一个政府部门 带头的违反国家的法律 去歧视这些涉毒人员 我想这个应该来讲 是错上加错 而且我觉得 为什么在当前 会有这样的活动 应该讲和目前整个 政府对于民间加强管控 这样一种强硬政策 是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 以前就有这样 演艺民心吸毒的 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 不能说普遍现象 就是有这种现象存在 为什么现在 这么高调的 对这些演艺民心 进行打击 进行歧视 那我想 大的背景 就是现在 这个社会管控的政策 是非常的强硬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是的 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非常感谢您 北京艺人评中心的 陆军先生 带我们来关注 这样一个不同角度的问题 那么稍后在第二小时 我们实施大家谈节目呢 我们也将继续 就所谓的艺人吸毒 所涉及的法律层面问题 来为您进行探讨 我们也欢迎您 持续锁定VOA卫视 或者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 还有发表您的评论 网址是 VOACHINESE.COM